CTR 点击率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哥网站,我是全哥 今天这部影片将会跟你分享 CTR 点击率是什么? 提升转化率的重要指标 我们的网站都会有带有连结的这些资讯 我们都可以统计它的点击率大概是多少 好的点击率可以帮助网站增加转化率,增加销售 那么就来了解一下 首先 CTR 点击率是什么? CTR 中文称为点击率或者是点阅率 代表有多少人看到了你的网站后 选择点击进一步了解 CTR 它就是一个动作 但它背后也是一个资料跟资讯 它的特色呢,我们可以判断用户 从搜寻情,外站连结或者是广告连结 进入你网站的几率 CTR 它也可以分为有自然点击率 这个也称为叫 SEO 那付费点击率呢,可以把它当作是广告 一个好的广告,我们如何去做优化 在标题上,在素材上 好的广告呢,CTR 点击率也会比较高 这个就是 CTR 的简单介绍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有关于 CTR 它重要吗? 高点击率也代表你的网站 跟目标受众的需求 或者是兴趣高度相关 这有助于提高特定关键字的排名 所以我们在 CTR 呢 希望它的数值是越高越好 点击率高呢 近来到你的网站流量也会相对较大 有关于 CTR 的优点是什么呢? 它可以帮助站长了解网站内容的吸进程度 并思考如何做优化 有时候我们的标题可能下得不好 就会影响到 CTR 的点击率 它会往下降 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 CTR 这个数值 就可以回头去追踪它 让我们的标题呢 去做优化 如果标题优化后 CTR 提升 这个时候也就代表说 这个方向是对的 第二个优点呢 可以帮助搜寻引擎 判断网站内容的品质跟关联性 它可以提升 SEO 排名 简单来说呢 CTR 可以帮助站长去追踪 进入网站的数据 那我们来看一下案例 好 这边直接开启 Google 搜寻 投资理财这个关键字 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呢 它会有广告 所谓的广告呢 它其实也有 CTR 的成分在 为什么这些广告呢 它可以在第一页就马上显示 而它不是在后面 因为相信做这个投资理财 广告的人呢 一定不只有目前所看到的这三家 一定有很多家 这三家如何胜出 其实也是在于他们的标题 或者是素材 或者是他们的本身品牌 是有知名度的 可以让他们在这个位置上 当然 Google 它所判断的也就是说 广告被点击的次数跟几率 如果今天用户呢 看到这个广告 他都容易去点它的话呢 当然 Google 会判断这个广告 比较热门 就会让它往上爬 这就是 CTR 数据呢 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些启发 那我们除了广告以外呢 我们目前主要要讲的是 SEO 以目前这个地方来看 第一名呢 就是这个永风银行 它所写的一篇文章是 新手投资入门教学 一篇了解观念术语等等 有关于这篇文章为什么会在上运呢 当然一方面是 这个品牌它是有名的 另外一方面它本身标题啊 跟它的描述呢也下得不错 这个时候呢 当它的标题持续被用户点击了之后呢 Google 就会觉得它是热门的文章 进而让它在位置比较上面 那它其实被点击的这个次数跟几率呢 也就是 CTR 背后的运作 后面有关于像理财入门课等等 这个好 30 岁投资不嫌晚 你会看到这些标题呢其实都是蛮吸睛的 还有机会呢在这第一页显示出来 至于我们要如何计算点击率呢 点击率计算其实很简单喔 它不复杂 主要呢就是有点击次数 我们去除以曝光次数再乘100% 你就会得到 CTR 相关的数值 这边开一个细事本示范给大家看 点击率要如何计算呢 我们可以把刚刚的公式套用进来 我们这边抓了两个范例喔 首先范例一呢是我们点击次数被点了100次 曝光次数呢曝光了1000次 这个曝光次数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用户呢 搜寻Google关键字的时候 你出现在画面上的次数喔 它不一定会点到你喔 但是你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呢 你有被曝光出去 这个叫曝光度 通常曝光度呢都会比点击次数来得更高 以这个案例来说呢 我们就会点击次数100 再除以曝光次数除1000 最后呢我们再乘100% 就会等于这个 CTR 是1% 它背后呢运算的公式就是这样 100除于1000 之后再乘100% 那就等于是1%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范例 第二个范例呢就是 点击次数呢是382 曝光次数是5100 我们最后换算的数值呢是7.4 那它背后呢是怎么计算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就是382除以5100 最后呢我们再乘100% 就等于7.4的点击率 我们有点击次数跟曝光次数 我们就有办法呢算出它的 CTR 以上呢找两个范例跟大家分享下 这让我们了解的是有关于 CTR 它有分为自然点击率 也就是 SEO 的环节 跟付费点击率 也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 广告点击率的环节 这两个呢差别是在哪里呢 首先自然点击率呢 是从一般的搜寻结果中 获得的免费流量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 SEO 付费点击率呢 则是你购买广告呢所获得的流量 就是有花钱才有办法得到的流量 像是 Google 广告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左手边的自然点击率影响的因素 通常呢 你的标题下得好不好 跟你的描述设定的如何 搜寻引擎排名 你是否有一些吸金元素 关联性 你的标题跟点进去之后的内文 是不是关联性是强的 如果今天用户看到你的标题点进去 但里面的内容呢 跟标题是相差很多的 他们还是会跳出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行动呼吁 我们在标题呢 有时候也可以带上一些 引导人家做点击的相关字眼 这些都可以加强我们 CTR 的数值提升 再来我们影响付费点击率的因素 像是你的广告网案适用什么 这个就是 纯文字标题的部分 你是怎么想 再来是广告素材 如果今天有在 FB 或是 IG 做广告投放 那你的不论是影片 或者是图片素材做的如何 也会影响到这个点击率是如何 还有呢 广告位置 我们广告位置呢 通常在月上面 你被点击的几率呢 也会越高 再来是广告类型 你是纯文字的类型 影片类型 图片类型等等 各自的这种点击率都不太一样 还有关联性跟行动呼吁 有没有在这些素材里面 加上引导人家去点这个素材 以上呢就是自然点击率跟付费点击率 各自影响的一些因素 再来呢 开一篇文章给大家看 有关于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些数据呢 分析的蛮彻底的 跟大家做个分享 首先这个文章是在讲 不同行业的点击率大概是多少 每个行业点击率都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当然这个是以国外 他们内部的统计为主 台湾来说呢 你也可以做个间接参考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依照行业划分的平均 付费点击率和自然点击率 所谓的付费就是广告 自然就是SEO 可以看到呢 它目前最左边的这个产业 就是各行各业 比如说航空、航太、国防、汽车、商业保险、建筑、电商、娱乐等等 这边有很多 它是抓比较大的分类 它的第二个栏位呢 就是Google广告平均的点击率 你会看到Google平均点击率呢 大概都维持在1%至2%左右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投广告 花费的金额会比较多一点 那是因为它本身点击率呢 就不高 所以他们可能会用比较多的钱呢 去增加它被点击到的次数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自然位置 也就是SEO的排行第一名 第二名还有第三名 各自的点击率 你会看到第一名它比例是最大的 这是CTR点击率 像是整体平均是39% 第二名就会直接变到18% 直接除以2% 第三名呢 会是更少一点 当然不同的行业呢 各自点击率还是会有差哦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看整体的平均呢 去做判断 好那我们透过这张表呢 就可以了解说 广告大至少被点击的几率是多少 第一、第二、第三名 它们各自被点击是多少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尽力呢 去抢占SEO的前三名呢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光前三名呢 就占了这么多比例 在第四名之后呢 其实就真的手胜无极了 接着我们要如何呢 追踪点击率 我们刚刚呢 已经知道了点击率是什么 跟不同行业啊 跟付费点击率 跟自然点击率 各自的差别等等 接着我们要如何来追踪点击率 我们通常可以利用啊 Google Search Console 这是Google官方的软体啊 可以帮助呢 你更加了解你的网站 追踪网站的点击次数 那付费点击率呢 可以使用Google Ads来做追踪 我们来看一下左手边呢 主要是追踪SEO相关的 就是GSC 它可以帮你追踪网站点击次数 曝光次数 平均点击率 当然还有更多数值 旁边呢是Google Ads 它可以帮助你追踪 广告活动的点击率 广告成效 目标客群的洞察报告 当然还有更多数值 由于我们这部影片 主要会讲SEO相关的 所以我们会先示范呢 这个GSC 我们要如何呢 从这个平台 找到呢自己网站 不同关键字的点击率 大概是多少 首先直接前往到 全哥网站的Google Search Console平台 我们要找到自己网站的点击率 当然首先你要先经过网站的串接 全哥网站有相关的文章跟内容 有教这个教学 都可以再前往去观看 那我们就直接示范 一样你可以到左手边的成效点进去 点进来之后呢 它上面呢可以让你看一下说 你要追踪大概是多久之前的 好我们先抓三个月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点阅率 跟平均排序呢都打开 这个时候你会在下面看到啊 如果你今天有些关键字 是已经被收入进去的话 你会看到左手边呢 是你有进入排名的关键字 右手边呢分别是点击 被点了几次 曝光了几次 再来是点阅率是多少 这个你可以套用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公式 最后呢就可以得到自己的点阅率 那像以中文字体 这个关键字 我们在点阅率呢 是取得了7.5% 但是名次基本上才4.5名 其实名次月后面的点阅率会更少 那我们在Wallpreet教学的话呢 是排名一点多名 点阅率呢明显就高很多 所以你透过这个平台呢就可以了解 你在关键字上的点阅率大概是多少 这个是一个非常方便啊 而且好用的软体 透过以上的方法呢 就能够追踪到自己网站 关键字的点阅率 跟点击率大概是多少啰 以上呢就是这次的教学哦 希望可以帮助你呢 更加了解CTR的观念 有关于全歌网站呢 目前有新推出一门 Wallpreet高手家单课 里面呢会帮助你 从部落格形象跟电商网站 一次呢教会你如何架设 相关的销售页里面 会有更多课程 大纲还有特色的部分哦 连结一样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方便你学习 另外呢全歌网站近期呢 也有在规划SEO的相关课程哦 近期应该会陆续推出哦 到此我会再跟大家分享 最后呢如果你有网页设计的需求 欢迎你跟全歌数位呢 进行联系哦 我们是非常专业的 Wallpreet网页设计公司 可以帮助你从零到一 打造属于自己的网站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咯 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